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 2022年8月26号 玛丽亚基金会特别在台中市爱心协园 举办一场Mary Young快乐袜记者会 台中市康宁化妆品林燕雪董事长 为了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的辛劳 消费者买一双玛丽亚快乐袜 公司就捐一双 目前已经占助1000双以上 鼓励大家做爱心 支持玛丽亚基金会快乐袜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么好穿的袜子 因为她有先送我一双体验 我就觉得说这么好穿的袜子 我一定要把它回馈 然后送给 因为我们的医护人员 这两年的疫情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想说 把这个好袜子 送给我们的医护人员穿 玛丽亚快乐袜透气舒适又时尚 图案都是基金会的孩童 划出来的材料使用回收的宝特瓶 具有环保概念 让垃圾变黄金 为地球尽以奋力 台中市议事公会理事长陈文侯 肯定这一次活动 对身心障碍的孩童 可以花挥个人能力 未来重返社会 玛丽亚学员教导他们学习一技之长 能够在社会上发挥他们的个人的能力 来回馈社会 我们希望具体做一些服务 更重要是我们社会上可以激发更多的爱心 更多的善良 能够让我们先天有很多条件限制的孩子呢 他们有机会也一样过一个完整的生活 玛丽亚基金会表示 感谢医师公会跟康宁化妆品支持快乐袜 让大家穿好袜 做爱心 社会更加温暖 也希望社会大众持续支持 为生脏的弱势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台中报导 但是大家一定要留在讲下